字幕提供 各位新年好 教各位做這個蝦子的料理 過年好像我們家裡面聚餐幹什麼 有蝦子才代表說 哇豐富嘛是不是 那麼像我們今天用的這個天使紅蝦 通常我們拿到的這個蝦子是冷凍的 怎麼退冰呢直接 冷凍拿出來直接就沖水 泡水把它退冰就可以來處理了 來 這邊尖尖的地方把它剪掉 你也方便你使用 腳 剪掉 尾部的這個刺 剪掉 然後呢 背部 把它剪開來 再把 長泥 挑掉 都把它剪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要來做乾燒 熱鍋我們放油之後 把我們的蒜末洋蔥末 下鍋炒香 然後呢 加一些辣椒醬 番茄醬 炒香之後我們加水下來 然後把我們的蝦子放下來 一般來講 通常這個東西蝦子會 經過油炸當然會比較香 但是你家裡面你油炸的話 事實上 炸過那個油你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 直接這樣燒其實味道就很好 因為這個蝦子 味道很棒 你直接這樣燒味道就很好了 好 把它 放下來 稍微把它燒一下 這邊我們加一點點的 米酒 蝦子還蠻容易熟的 所以我們稍微燒一下 它就可以吃了 這邊呢調味呢 我們只要加一點點糖就好了 稍微把它調味一下 然後 翻個面 蝦子把它翻個面 整盤這樣子很漂亮 好 把它湯汁收乾其實就可以了 湯汁收到快乾了之後 火關掉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這道我們的乾燒天使紅蝦 非常棒的一道蝦子料理就完成了 簡單好做 而且做出來你看這個蝦子又夠大隻 這個 肉非常非常的厚實 很好吃 這道教各位做的這個乾燒天使紅蝦 就完成了 天使紅蝦 就完成了 這個這道天使紅蝦 那是黃蝦 是我的蝦子 這道天使紅蝦 這個蝦子